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近日,有位獨自愛出就醫的許進被媒體拍到, 只見他身穿粉紅色短袖,外套白色馬掛,手拿拐杖。 行得好吃力,狀態似乎不是太好。 同時,大家都好奇不見蹤影的李家欣去了哪? 畢竟當年兩人的感情雖然火熱,但似乎陰藏玄機, 令人不耐猜想李家欣是否跑路了? 而且,最近更有傳媒爆出許進被戴綠帽, 還說孩子不是親生的,到底發生了些什麼? 我們一齊來揭開真相。 講到許進,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他那旋王家族的貴公子身份, 和他在香港的風流往事,許進作為家中的少爺, 22歲就去了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讀雙科。 反離香港後卻不是專心做生意,反而更喜歡炮鈕。 1986年,當時在香港無太大出路的蘇州小演員劉嘉寧, 遇到了剛從美國反離的許進。 作為豪滿公子,許進雖然不喜歡工作, 但就好懂得享受,尤其是花錢方面。 於是,在旋王孫的金錢攻勢下, 劉嘉寧認為許進能夠令他鳳凰獵盤。 兩人變成雙成對,劉嘉寧甚至提前學了豪滿禮儀。 但當記者問到何時結婚,許進表示家族不同意。 但他會想辦法。劉嘉寧則小柱對記者說,我們很快就會有婚禮。 一時間,各大報紙都報導他們的喜訊。 但豪滿門檻不是那麼容易過的。 即使劉嘉寧保證結婚後會適應, 許家仍然斷了許進的經濟來源。 最終兩人分到揚標。 許進繼續在女明星之間遊走,但始終無結果。 而家族最後幫他安排了個媳婦賭王之女何超瓶。 兩大家族的結合對彼此都有好處。 1991年,何超瓶帶著十億架裝, 與許進舉行了世紀婚禮。 不過,大婚前夜發生了一幕神秘事件。 何超瓶的定制婚紗莫名其妙失蹤, 似乎預示著這段聯恩的不幸開始。 雖然結婚了,但九年婚姻中, 分居了足足七年。 何超瓶和男星陳百強的感情被迫中斷。 而許進亦不斷為媒體提供八個話題。 2000年,兩人離婚。 那時,許進已經與港姐陳發容關係密切。 後來更加公開行動, 一度令人懷疑兩人將結婚。 卻意外地又有李家欣加入戰團。 李家欣作為港姐出身, 不善是陳發容的前輩。 更是知名的富豪收割機, 與多個富豪有過交往。 在劉聯雄身邊的時候, 好像經常反客為主, 騎在頭上。 在與劉聯雄猜到深夜那時, 還會打電話給原配保詠琴, 幫戴劉報個平安。 有時候心情好那時, 還會與保詠琴講三個字的爭議。 保詠琴對戴劉平時已經是特別寬容, 已經默許甚至支持戴劉找其他紅顏知己。 包括人好好的關知林小姐。 甚至為出身貧窮的蔡小芬, 請家教補習英文和禮儀。 方便大樓社交, 但是唯獨李家欣, 她忍不住。 這局排轎越來越大, 被李家欣搞到心態崩潰的保詠琴。 帶著仔和幾十億港幣, 退出了遊戲離婚後五天, 就確診了乳腺癌。 在與大樓分手之後, 李家欣轉了幾多富豪,南武。 好快就和許進爆出了重重事件, 將許進拿捏得死死的。 2007年6月, 李家欣生日, 兩人去了羅馬度假。 許進在酒店房間抱滿了粉紅玫瑰, 然後拿一枝玫瑰貴地求婚, 一對人如冠移入。 手上拿著不同款式的專介, 等李家欣選,當場淪陷。 7月, 看不下去的正房何超瓶, 挺著給到皇仲有錢的身子, 承傳了這對男女。 再來婚協議上簽了字。 2008年11月23日, 38歲的李家欣和46歲的許進大婚, 為了將許進和何超瓶之前的世紀婚禮比下去。 這次婚禮花了一個億, 舉行了三次慶典。 前岳虎島王何雄送上祝福, 從來不欣賞這個人, 或許還要結婚十次八次。 2008年12月, 剛剛結婚的李家欣, 就被傳出因為婆媳關係不和而受骨輪迅。 2009年, 媒體多次傳出李家欣因為不願意生兒子而忍得婆婆不滿。 到了2010年, 李家欣還未有動靜。 公公許細婚是個明白人, 開價五億讓李家欣生兒子。 拖搭的李家欣瞬間變成閃電, 決定去美國人工受任。 終於, 2011年2月8日, 李家欣產下一名男孩, 宣了她的豪門闊態地位穩固。 從一個寒門小姑娘, 李家欣用她飽受爭議的方式, 行了三十八年, 終於嫁入豪門之中。 而老一輩的富豪弟, 見慣了風花雪月, 更見慣了腥風血雨, 對此點會沒有自己的看法和警惕。 於是2018年, 公公許細婚許細時, 將420億遺產全部注入信託, 不讓許進直接繼承。 而是讓後代十五人, 每人每月領取兩百萬的生活費。 於是就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許進孤身一人去就依時被拍了下來, 病情惡化已經立好遺囑。 而李家欣本人去年也住進了ICU。 富豪弟的重要一關作為兩難輕難递。 許進的身體情況和大樓差不多。 大樓六十五歲時, 就在糖尿病、心臟病的基礎上被查出了神衰竭, 還花了三億換左個神。 許進一句病情惡化已立好遺囑, 已經足夠反映出身體狀況的嚴重性。 世界上其實有兩種病, 一種叫做窮病, 一種叫做富貴病。 有時候擁有得太多, 如果不知道點節制, 都很容易出現問題, 就好像古代皇帝雖然擁有江山, 但平均壽命連四十都不夠。 近期,媒體報導了一組許建彤的照片。 照片上十二歲的許建彤, 看起來卻好像一個三十幾歲的中年男人。 許家人都不明白, 為何這對外貌出眾的父母, 生出的兒子卻平平無期。 這點,也引起了外界對李家欣 是不是真是許建彤親生母親的質疑? 但是,親子定結果顯示, 許建彤真是李家欣和許進的親生骨肉, 可能是因為夫妻兩個都有忍性基因, 最終導致兒子的相貌不突出。 雖然外貌平平, 但許建彤畢竟身負巨大的期望。 因為外公許世分過世後, 百億家產都轉入了家族信基金。 這筆錢,許建彤成年後就可以全部繼承。 許家對這個唯一的後代寄給了無限期望。 不過,好境不償,幾年後的2012年, 李家欣和許進的婚姻孫終結, 離婚原因至今未有公開。 李家欣再次一無所有,獨自面對人生。 好在,作為前浩門太太, 她在房地產投資方面頗有心得, 手頭並不結具。 獨自撫養兒子成長, 是李家欣心中最大的使命。 兒子許建同上貌平平, 繼承了父母兩個人的缺點。 但她可謂如生俱來, 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李家欣希望通過自己的關愛, 微保兒子生命中的遺憾, 完成一個母親該完成的使命。 李家欣的人生既成功又淒美。 她經歷滄海桑田才走到今天, 即使失去了愛情, 她都沒有放棄希望。 作為一個母親, 李家欣仍然在微保過去的遺憾, 用愛守護著自己的骨肉。 無論命運將帶來什麼, 她都會勇敢面對, 迎接斬新的人生。 大家對此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今日節目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